选人免禁,保护区 就是我们进的话就会被枪射死 OK,我们进来了,希望不要有人开枪射我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Incent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山洞 它的名字叫光尼 然后呢其他故事还是什么呢 我们就给专业的来介绍吧 Let's go 来,这边的故事是什么 这个洞叫做光尼 它其实是属于Gunon Llano的一部分 那Gunon Llano其实是一个石山群 它里面大概有超过36个山洞 那很多山洞其实有很多价值的 像例如说里面有7个是全马最大的洞穴 讲错,最长的洞穴在里面 然后这个洞特色就是非常雄伟,壮观 先看一下,它的洞口是非常小的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这样子吧 很多这些神台的东西都还在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空间 哇 里面很多造型非常独特的山就是石头的形状 应该都是被以前的水沖沖沖这样了吧 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要爬上去 像这边有一个小洞 然后我们应该是出这个洞吧 我们这边要下去 超级危险,必须要摸这些墙壁 因为我们都不懂这些地上滑不滑 因为我们都不懂这些地上滑不滑 要跳下去啊 刚才我们就从这边跳下去了 超级危险 然后现在要尝试从这边跳下去 坐着 大家看地上这些其实它是 它其实是泥来的 泥来的啊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它会 就是这种形状 而且是非常坚硬的泥 它是泥板来的 你看这边 哦 这边就比较明显了 对 所以种水的话它就会软掉 但是可能要震的是水很多嘛 所以这些石头是泥变成的 然后它种水就大概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两条树有哏来的 这有滴水 这有滴水 从上面 哇上面这样漂亮哦 哇没有抬头是没有发现的 太棒了 所以它整个感觉就比较像是一个 天然的教堂样子 所以非常雄伟 非常壮观 所以那边是它另外一个出口 看到一条条一条条那种 墙壁的纹条 我们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 对 OK 现在我们真的是来一个环境 有史以来我的频道里没有做过的地方 大家看这边 你看这很难想象都是那种滴水滴层的 然后这边其实以前可能有人想要发展啊 所以它把它弄成这样提斯提斯 可是后来不晓得咱的原因 就废弃了在这边这样子 所以也只是弄了一个楼梯 然后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 哦 流的蛮头的大汗了哦 OK 现在我们大概已经走出来这个山洞了 然后大概给你们看这边的风景 漂亮吗 然后这就是山洞另一个出口 哇 这边的石头真的是不一样的咧 有点像山洞的形状 OMG 现在我爬上来这边了 超级高 因为超级危险 如果踩错不直接跌下去 就会 不死的翻条命哦 你看 超级高的 如果跌下去真的是翻死哦 好见到那时候 一些废弃了的石梯 根本就没有出口了 你看被棵树挡住了 树都已经长到这样大 你就知道这边多久没有人来 这个楼梯 只是很可惜就是没有人懂这边 其实这边的走的路呢 都是特别的随意 所以我们有时候连怎样走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大概大概就是走出一条路来 然后大家看这边哦 这起来是另外一个洞 然后它洞中有洞 它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就是它这个非常小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 然后这种洞如果没有人带的话 最好不要自己来 因为如果在里面迷路了 就不太好 你看里面超级的安哦 进去吧 大家可以这边往上面看哦 你看它其实有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到一定的时间点就会有光 会照进来 所以大概就弄到这个洞里面很漂亮 可是我们应该是错过这个时间了 所以没有办法啦 我们要继续探索我们的洞啦 这边科普时间就到了啦 所以大家看一下它的左边 是非常平滑像墙壁的一样的存在 就是这种石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估计它可能是因为 以前的它是在壁里的 可能河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 把它冲得这么平滑 好像墙壁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这一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边应该是后来 升仓来之后 它的中鲁石一直滴水 所以形成像 很粗糙的石头 所以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地形 同时存在 是一种大自然的奥妙的一个解作这样子 所以简单来讲 这边就是非常的滑的石头 然后这边就很粗糙 就可能这一边就是以前水 是冲它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水 把它变成一些种乌丝 看到这边上面 它墙壁是一样的 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真的很神奇 很像一只八角鱼 对 你看墙上有一些 印度文的图样 所以我猜测应该是蛮现代的吧 这个图样 哦 这边有一个1936年 这边也有一个 哦 1936年 可是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怀字 罗家豪 OK 你看这个天花板这样高不了 然后如果我站直的话 就会撞到我的头 然后这边大概它的风景就是这样 从里面拍出去 突然间发现这个很像男生的绳子器官 哦 OK啦 其实攀爬是很不简单 你全身都要懂得这样利用 你的全身上下都要懂这样运用 比如说你的手啊 你的腰啊 你的腿啊 你的膝盖啊 什么都要懂得很厉害利用 我刚才能爬这种伞 而且超级危险 刚才我们来的是从这东口来 然后我们挑战从这条路出去 走吧 深坑啊 哇 有深坑在这边呢 不可以四足了 这个地方就是不可以 狡猾就惨了 所以做人不要那么巧啊 哇 所以每一步都要非常的深重啊 我没有想到这些中午实在能这样坚定啦 我本来以为我这样出一攀的话 还会断 结果它是不能断的 太棒了 这就是自然的现象 OK 现在我们从这个洞出来啦 OK 这影片到此为止啦 其实每个山洞的主题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几天呢 就可能带给你们看 各式各样的山洞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啦 OK 这影片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就订阅、赞、分享吧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那我就喜欢伯闻吧 Keep real OK就这样 Bye